对好奇的9%有更多的了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请看大屏幕 今天玩的不一样 我们要来做一个类型talk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将会让九位帅气的成员 来每个人选一张 我们在大屏幕上呈现的非常艺术的图画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其实还都蛮厉害的 非常有艺术细胞 那今天这个指定题只能选 一张自己最最喜欢的图 粉丝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看看你所选的跟idol小哥哥一不一样 那9个图代表了9个性格 因此我们可以来对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图了对不对 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 来选择 请选择 选择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从第一张图开始公布 来请看第一张 第一张这个图呢 很特别哦 紫色 淡蓝色 选择这张图的是哪位成员呢 黎燕俊 林燕俊你们怎么自己最后默默开始扎起手的再起 小葵 成正 杰西 王紫义 都选的是第一张图 好吗 多次 不能多选 不能多选 好吧 小葵要多选 今天我们等开4个小时才够 没人都很不了 好 可以先放下 我们从小葵今天开始 为什么选择9张图里的这一张呢 因为我觉得紫色然后挺符合这个小葵的这种紫色 哦 紫色 有点小邪恶的 紫色是小邪恶哦 就是你自己理解的 好 紫色带着了小葵心中的一种小邪恶的色彩 小叛逆的感觉 just in creation 这一作 对一个 为什么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就只是很舒服 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像是一个人呆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他因为有很多的圈嘛 然后然后他有一种感觉被 怎么说就是 就是一种很舒服很轻松的 悠感的自克 对 安静的感觉 是安静的 所以平时是一个安静男孩哦 哦 真的吗 好 赵斯格达也是第一张图 还有谁选择的第一张 成胜对不对 成胜也是 来 作成一讲 哦 第一个吧应该 哈哈 本来第一个出来 第一个就应该 再看一下 就出起来 但是你真的跟昨天不一样 只能选一次哦 啊 是这样吗 对啊 那我们倒气一下成胜 哦 气成他 所以你人格分裂 对 分身是吧 多个人格 好 就是成胜每次反正都会选就对了 林燕俊 你是最后一个看其他成为出手之后来选择 对 因为 首先 它这个图案 它是有很多的紫色 然后是剑层的感觉 对 剑层的感觉 然后又加上它的那个 它是语言的感觉 就觉得这一副组很神秘 很神秘 紫色就是有一种神秘的气法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而且 就像杰斯妮说的 就整个感觉 神秘的又舒服 对很舒服 诶 哦 因为俊人喜欢这种神秘的感觉哦 喜欢 诶 王子依你有选这个吗 有 是看了林燕俊选才选的吗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为什么喜欢这张图 就是说他说是 是 对对 这样才好笑 为什么会选这张图 呃 其实 也是想念 但是我看到这样图 我就想到那首歌 我特别喜欢 它叫 Purple Sweat 你要唱吗 呃 Purple Sw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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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 这算是一段小词的 小词也是 炒给他 AZF Rocky Purple Sweat 我们的DJC 今天跟大家推荐歌曲 也是代表了一个神秘的感觉 那我来看一下 选择这幅图的 我们的成人的性格是怎么样 看了准不准 好来 请看大屏幕 时常自我反省 敏感的思想家 你对于自己及周围的环境 能够比一般人控制的更好 更彻底 我控制哦 你讨厌表面 自己的东西 宁愿独自一人 也不愿跟别人闲谈 但你跟朋友的关系 却非常的深入 这令你的心境保持和谐安逸 Justin讲的非常对 你不介意长时间的女子女人 而且绝少会觉得沉闷 自己会跟自己相处的很好 Justin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 就是这样的 哇 很准很准 来我们再看一下 主张图大家有没有想 这里再重新挑选吧 来 请看大屏幕